我想暂时港股来说 比起美股都不用怎样对比 都差很远 没错 但我想短期港股虽然没有怎样特别大升 但我觉得又不至于说淡到 要觉得是再穿底或者那样东西 其实我也维持过去这样看 10月份那个低位23681 几大机会是今年的底 我觉得未来一个多月的时间 未必有这么大机会穿下去 除非突然间有很大的负面消息 但是我觉得暂时看来 虽然和你所说多事情要留意 但起码这些因素 我觉得又未必太见到 有什么很大的转差 或者是再有什么新的负面出来 所以我觉得暂时港股 走势比较反复一点 没有太多的方向 因为始终和你所说 一来如果拉回外围的美联储议息 那真的跟预期的结果差不多 也有什么样的 即是真的开始减少买制 每个月减85亿了 去到下年中停了 正常是温和 但大家猜他会不会有说 一些加息的限数 没错 他都没有的 甚至乎都觉得 不要马上说和加息在一起说 所以如果结果一样之余 其实暗地链是反而夹了一点 或者觉得 所以对市场又不止太大影响 至少这么说 而以来下个星期 虽然你说的 就有些重磅蓝筹 去腾讯会有那个轨迹 但始终经历了这两三季的监管 其实大家对这个轨迹 都不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我想你说 会不会像过往那样 炒业、炒股市 借势夹高一点 又未必太大有因 除非出来结果是比预期好 或者他对第四季展望 不是那么负面 那时才会再有些修复 所以这个又要等 而再加上所谓的六中全会 虽然是一些盛事大的事件 但没错 认同的是说一些 来着经济的定调大的方向 但其实当中里面 有没有很多的 很细节的政策 或者很细节的一些 那些方向会出来 其实又不会透过这些会议港 就是会大方向 所以我觉得实际的炒作 暂时也未算太多 而且从资金面方面来说 其实港股都挺 可以说有趣 或者搞笑 整理成交当然不大 每天都是千亿、二亿左右 没有什么新的真量资金 这个也是构成 就是国外不断说 夹不起的因素之一 而刚才你也提到 什么就是那些北水、入、出 其实过去这些东西 真的是梅花间足 而梅花间足得来 很有趣 就是当北水那天走的时间 反而外资是入 当北水入那天 外资是走 就是两者是不同 不是大家一起入 大家走 所以市的方向就不明显 我想既然加上 那这些东西的东西 的确令港股比较反复复 但是短期来说 如果再看下去 我觉得大概 4600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支持 只要反复也好 只要246这个大位 没有很明显打穿或失手 其实未必要试 10月初的底 为什么看246这个位置 一来其实拉过去 都是8月份的低位 当时就24581 而二来 如果你说 相信是整个10月那阵的反弹浪 近期是完结了 如果你以那个升幅上说 大概23681 去回10月26日 高26234来计 升了2500几点 那其实纯粹从黄金比 去调回618来说 刚刚大概都是24600 所以我想 几个位置都是这个位附近 所以如果能够守住246流上 我觉得暂时的市场 不是太差 只不过真的 向上那个动力 或者叫誘因 稍微都是欠逢私下小鲜 是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